当沈小枫看到韩世那个凶狠的眼神时 他就知道 这一次只怕自己没有那么容易逃离了 收敛起自己的思绪 沈小枫也不再多言 一场战斗一触即发 小子看在你勇气可嘉的份上 我让你三招 韩世看着沈小枫 不懈地开口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尊重 沈小枫自然明白 韩世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侮辱他 不过既然如此 在下就不客气了 一句话说完 沈小枫直接就冲了上去 随着他的动作 一阵混沌之气出现 在沈小枫的周身飘散 那混沌之气周围也隐隐地冒着金光 但沈小枫来到镜前 他的双手已经变为受掌 韩世见到沈小枫的变化 眼神里也闪过一抹惊讶 不过倒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看着那铺天盖地的力量 向着自己而来 韩世嘴角围勾 想要随意地将招数化解 只不过 当那股力量来到镜前时 韩世的脸色却突然变了 那股力量中的杀伐之气 就算是他 都有些震惊 若是不认真一些 光是这一招 只怕自己就要变成肉酱 想到这里 韩世眼光一宁 举起手中的武器 下一秒 一条蛟龙顺着他的剑锋流转 对着沈小枫的混沌之力 就撞了过去 一时间 铺天盖地的威压瞬间 向着周围袭去 方圆十里之内 无一幸免 一招过后 沈小枫眸中光芒一闪 并没有停歇 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他刚一上来 就将自己的实力用了大半 其原因有二 第一 就是想要试探一下 韩世的实力究竟如何 第二 就是为了防止 他在打斗的间隙 做些对付游族不利的事情 而一招结束之后 沈小枫心里一沉 眼前的这个人 虽然实力不如韩珠 可是他招招很辣 根本就不给人留余地 韩珠的攻击是比较温和的 而眼前的这个人 典型的不见血不收手 心中如此想着 沈小枫的身体 却也没有闲着 他双手一挥 黑龙刃出现 沈小枫将黑龙刃 向着前方扔去 黑龙刃在空中旋转 一条黑龙腾空而出 直指那条蛟龙 而黑龙刃也没有闲着 对着韩珠就攻击了过去 韩珠赶忙出手抵挡 眼神里的光却是有些震惊 虽然沈小枫的实力 对于他来说 也不算是什么威胁 可是一个劣等人 竟能有如此的力量 也不得不让他震惊 怪不得 他可以凭着一己之力 将四毒兽杀害 现在看来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招结束 沈小枫已经微微有些气喘 自己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 一上来又是这样的大杀招 他的身体一时之间有些难适应 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有这样的实力 就这样死了倒是可惜了你的能力 韩珠看着沈小枫 嘴唇微动 沈小枫文言 随意地笑了笑 他可不会觉得韩氏是突然欣赏他的能力 想要放过自己 果不其然 沉默了片刻 韩氏继续开口 若是能将你的力量据为己有 那想必 我的实力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了 这句话里面带着一抹阴狠 沈小枫抬起头 看着韩氏的眼神一裂 你若是有那个能耐 尽管来拿 不过 你可不要忘了 第三招我还没出手呢 一句话刚说完 一道夹杂着金光的黑芒顺势而出 向着韩氏急速而去 沈小枫紧随其后 如今 他也不打算打完第三招了 既然实力已经试探得差不多了 那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浪费实力下去 韩氏见沈小枫视如猛虎 也不敢怠慢 举起手中兵器 直接迎了上去 哐当一声 沈小枫的黑龙刃和韩氏的剑芒相撞 那种金属摩擦的声音嗡嗡作响 让人听了耳朵一阵嗡鸣 沈小枫二人神魂出窍 在二人身体上方打斗 这一次 沈小枫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 他的神魂力量强大 不会受身体的影响 他看着对面的韩氏 眸中闪过暗沉 下一秒就直接冲了上去 一拳狠狠地向着韩氏的面部吸取 随着他的动作 他的手掌上隐隐有混沌之气闪过 韩氏健壮 双手结印 做出一个护盾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沈小枫一拳轰在了护盾之上 他却没有立刻收手 另一只手对着自己的手掌输送力量 一道几乎看不到的金光顺着自己的手掌悄悄掠过护盾 从后方进入了韩氏的身体之中 只是一瞬间 护盾传来 咔嚓一声响 原本结实的他竟出现了一丝裂纹 韩氏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他没有多想 立刻脱离了原本的位置 他身体抬高 一个侧踢 就向着沈小枫的头部攻去 沈小枫双手结印 狠狠地与韩氏撞击在了一起 一时间 回黑之气 向沈小枫和韩氏的周围扩散 尘土飞扬 一旁的树木瞬间倒塌 场面甚是壮观 而在一旁看着的那些胶族兵将 却只能看到两个人影 在那一动不动地站着 看到这样的效果 每个人的眼底都是震惊 沈小枫被韩氏压得 有些喘不过气来 身体也在不断地向下弯 他的头上已经隐隐爆出了青筋 韩氏健壮 嘴角勾起一抹讥讽 列等人就是列等人 永远都上不得台面 而就是这个瞬间 沈小枫大吼一声 竟直接站起身子 猛地将韩氏击飞了出去 韩氏一个不注意 就被沈小枫得逞 心中也出现了一抹火气 他站在远处 看着沈小枫 眼睛里的光几乎要将 沈小枫吞没 他双手微抬 一团黑气夹杂着一些 不断蠕动的东西 出现在他的手中 让人心生不妙之感 他看着沈小枫 嘴角微微一勾 下一秒 铺天盖地的黑雾 直接就将沈小枫包围住了 待沈小枫反应过来之后 看到周围的东西 忍不住有些头皮发麻 只见他的周围 不知何时 竟已经满是蜥蜴和蜘蛛 牢牢地将他围在正中间 根本就无法脱身 成千上万的蜥蜴 和蜘蛛不断地向着他逼近 看起来异常的圣人 沈小枫健壮 心中生起一模一样 如今他们二人是在用灵石战斗 那韩世竟还能有这等本领 而且 看着周围的毒物 沈小枫眼神一沉 若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 那只能说明 面前的那个人 暗自做了一些邪恶的勾当 一般来说 毒物是无法化灵的 可如今 沈小枫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这些 脑中光芒一闪 黑龙刃临时已然握于手中 下一秒 成万上万的蜘蛛和蜥蜴 向着沈小枫飞身而来 沈小枫健壮不好 立刻出手抵挡 黑龙刃在他的周身 画出了一道锋利的弧度 飞驰而来的毒物被鹰生折断 可是 让沈小枫惊讶的是 那些被斩断的毒物 竟以最短的时间内再次重生 原本一只 却因为自己的斩断 而便为了两只 沈小枫健壮 心道不妙 可那些毒物视如破竹 再次不管不顾地冲了上来 沈小枫知道了 这些毒物分裂的方式 自然不会再强硬地攻击 他一直在尽可能地躲避 可奈何深周毒物众多 要是他在自己身前设下屏障 可依然无法坚持太久 无数的毒物在他的屏障前撕咬 让沈小枫有些心神不宁 他一边加固屏障 一边驱使黑龙刃 在毒物之间来回飞舞 试图阻碍一些毒物的视线 减轻自己的压力 而远处的寒室 看着那个已经被毒物牢牢围住的 沈小枫 眼底闪过一抹阴狠 就凭他 一个劣等人 还妄想和自己一站高下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他看着已经不见影子的沈小枫 眼眸一凝 手中黑气再次浓郁 而随着他的动作 毒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长 沈小枫身处毒物的中心 自然感觉到了毒物的数量 他越来越吃力 终于 屏障在他的面前 他的一生裂成了碎片 没有了屏障 现在毒物和沈小枫就只有一仗之遥 下一秒 铺天盖地的毒物向着他而去 沈小枫心下一惊 立刻飞升而上 暂时躲避了大批毒物的攻击 只不过 饶是如此 他的身上依然被毒物咬了几口 看着自己的肌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 沈小枫的心直接沉下去了 如今的他只是临时的化身 可如今 却被袭击成功 见这毒物的毒性十分强烈 如今自己临时已然受损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光是这些毒物 就已经能够彻底将他屠杀了 不行 继续这样下去 那他就只有等死的份了 想到这里 沈小枫忍住身体的不是 看向远处的寒室 见他此时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自己手中的黑团上 而随着他嘴中念念有词 毒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沈小枫一边奋力抵挡着 深周毒物的袭击 视线一边在韩世的身上来回缩寻 当看到他手中的那团黑气时 他眼神一裂 没有一丝迟疑 直接就向着韩世的方向迅速地飞了过去 而如今沈小枫和韩世之间几乎已经被毒物沾满 若想成功地去到境前 沈小枫难免成为那些毒物的食物 可如今 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沈小枫眼见马上就要来到韩世的面前 可是 韩世却在这时 突然睁开了眼睛 看了沈小枫一眼 某种闪过一抹得逞 只是一瞬间 还不带沈小枫反应 自己已经被毒物硬生生地撕扯了回去 他直接扑倒在了地上 想要起身 可周身的毒物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不断地啃视着他的灵石 让他痛不可挡 他的眼睛透过狭小的空间 看向远处的韩世 这一刻 他才明白 原来 刚刚的一切都是韩世设下的计谋 可如今明白过来 却是已经晚了 无数的毒物在沈小枫的身上啃咬 他的灵石几乎快要腐烂殆尽 无尽的痛苦充斥着沈小枫的全身 让他第一次生出了绝望 要不然 就放弃了吧 任由毒物啃视着自己的灵石 带自己失去意识 应该就结束了吧 沈小枫如此想着 可是 他不能 想到如今 还不知已经到哪里了的浮游族众人 以及女娲大神他们 若是自己现在就被打败了 那只怕他们也没有活路了 现在才过了多久 只怕他们还没有跑出多远 不行 他不能放弃 最起码 现在不可以 沈小枫的脑海不断地浮现出各种想法 最终 眼神变得坚定 他远远地看着韩世 见他如今已经不再关注自己 想必 在他的心里 自己已然成为了一个死人 这是一个机会 沈小枫眼眸一闪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 周身猛然一震 一瞬间 周围的毒物都被他震飞出去 沈小枫忍住 全身几乎快要将他腐烂的疼痛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韩世的面前 韩世显然没有想到 都到了这个地步 沈小枫竟然还有这样的能耐 一时之间倒是愣住了 而也是这个机会 沈小枫直接双手一伸 一团金光直接向着那团黑气而去 待他动作做完 韩世手中的黑气也飘散了 这一切做完之后 沈小枫只觉得自己的意识越来越迷糊 他看了一眼韩世 没有停留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如今 他的灵时已经有了涣散的趋势 若是继续如此 只怕不出一刻钟 自己就会灰飞烟灭 韩世健壮 看着自己手中空空如也 片刻 嘴角闪过一抹不屑 他也随后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看着眼前那个面色惨白的人 不屑的鸣嘴 你倒是好大的命 都到现在了 还不放弃吗 难不成 真的想要灰飞烟灭不成 沈小枫见韩世出生 一时没有出生 韩世健壮 也没有动作 反正现在沈小枫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有的是时间陪他玩 而这倒也让沈小枫短暂的恢复了一些精神 他虽然面色惨白 但已然不录任何服输之意 嘴角微微勾起 放弃 我为何要放弃 现在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呢 有那个劝我放弃的时间 倒不如好好想一想 如何才能将我彻底击杀吧 看你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 听到沈小枫的话 韩世眼神一冷 我看 你真的是怕自己死得太轻松了 沈小枫文言 毫不在意的笑了笑 下一秒 直接化身混沌 向着韩世就冲了过去 韩世健壮 眸中光芒一闪 随后也化身为娇 赢了上去 因为沈小枫的混沌之力 已经被行天吸收 所以现在他的混沌之力 根本就发挥不出多少来 即使自己能够短暂地化身混沌 可是 也坚持不了多久 他看着面前的娇人 血红色的双眼里闪过一抹坚定 随后 直接向着他冲了过去 一时间 在浮游族外围的上空 一只混沌和一只焦疯狂地混站在了一起 混沌之力和焦族气息充斥着整个战场 售吼之声响彻不绝 倒真是没有想到 那个烈等人 竟然能在将军的手下坚持这么久 还真是让人有些刮目相看啊 那些观看战斗的焦人 看着那只混沌 谋中也忍不住出现了赞赏之意 他们将军的手段一向阴狠 他们从不敢轻易招惹他 生怕自己成为了将军的实验品 可就是这样凶残的一个角色 竟然和一个烈等人激战了这么久 还真是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沈小枫周身的混沌之气也是越来越少 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他的兽性 终于 随着韩氏的一次猛烈的攻击 沈小枫变回人身 直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只听碰的一声 沈小枫狠狠地倒在了地上 在他的周身 地面都出现了凹陷 韩氏此时也化为人身回到了地面上 看着沈小枫如今的惨状 心情十分舒畅 如何 现如今 你可还有继续嘴硬的力气 听到韩氏的声音 沈小枫躺在地面上 大口地喘息了片刻 感受到身体四周无一处不痛 他知道自己这次只怕真的要折在这里了 这次看来是他大意了 原本他想着只要能够拖延时间 即使他不是对方的对手 可是自己身上有混沌之力 浮游之力 还有黑龙刃加持 逃跑也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没有想到 韩氏的手段竟然那般阴毒 竟有能力找出无数毒灵 将他临时差点摧毁 也因此 他完全没有了逃跑的能力 在地上躺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沈小枫手掌支撑着地面 想要爬起身子 可是 他却已经做不到了 他身体微微移动 就觉猴头一阵心田 下一秒 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他仰躺在地 所有的鲜血都喷到了他的脸上 场面看起来异常惨烈 看着沈小枫如今的样子 韩氏嘴角勾起一抹快意的笑容 他双手一挥 一道黑气直接击到了沈小枫的胸口 一瞬间 沈小枫的胸口鲜血弥漫 他的全身如今都是鲜血淋漓 看起来 有些让人不忍 这就是说大话的代价 既然我们的胜负已分 那你也没有必要再留在这个世上了 话音一落 韩氏就再次出手 放出杀招 想要直接了结了沈小枫 沈小枫看着急速而来的寒芒 想要逃避 却是再也没有了那个力气 他微微闭上双眼 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当的一声翠响 在沈小枫的耳边响起 他原本已经绝望的双眼猛的正开 向着韩氏那边的方向看去 只是一眼 就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韩朱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 他是焦黄亲自下令要杀的吗 韩氏看着眼前的那个人 眸中难掩怒气 刚刚救了沈小枫的人 正是韩朱 他看着此时已经没有什么生气的沈小枫 谋底闪过一抹无奈 不过只是一闪即逝 并没有让韩氏发现 我自然知道焦黄的命令 但是 你可不要忘记了 焦黄还有其他的命令 刚刚我接到消息 如今浮游族内已是空无一人 早已没了影子 若是让他们彻底逃脱 那你的下场 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韩朱的语气平淡 仿佛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算是大事一样 只不过 却让韩氏直接变了脸色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浮游族的人动作 怎么会如此之快 猛的 韩氏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视线直接看向那个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 某种闪过一抹阴狠 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不管 如何都要和我一决高下 原来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倒是看不出来 你一个如此低劣的人 竟敢在我的面前耍花枪 我若是在留你 那就是我的失职了 这样说着 韩氏再次有了动作 如今他十分愤怒 自己竟然中了一个 劣等人的圈套 这若是传出去 他的名声要往哪里放 韩朱见韩氏的动作 敢在韩氏出手之前 淡淡说了一句 若是再浪费时间下去 只怕浮游族就彻底跑远了 轻轻浅浅的一句话 让韩氏直接放下了手里的动作 看了一眼韩朱 恶狠狠地道 你既然知道他们逃跑 为何不带人去追 如今负责攻打浮游族的将领 是你又不是我 我们的关系很好吗 我为何要帮你 如今前来这里告知你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听着韩朱一脸无畏的话 韩氏怒从心起 去又无可奈何 沉默片刻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 对着一旁的娇人下令 将沈小枫暂时看管之后 待人离开了 看着韩氏离去的背影 韩朱心里微叹了一口气 在那些娇族士兵 将要把沈小枫扣押的当口 他手指微动 下一刻 沈小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看着那些娇族士兵疑惑的眼神 韩朱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他很欣赏沈小枫 他也知道 还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沈小枫前往焦族的事情 他也已经得知 他自然也知道 沈小枫对着焦族众人 说了什么话 不得不说 如今他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 难不成 焦黄性情大变 真的是另有隐情不成 浮游族的人 如今已经离他们的大本营很远了 若是焦族的人此时开始追赶 那只怕也会不知该往何处去 清竹等人走在最前面 时不时地看看后面的动静 还没有沈小枫的影子吗 清竹对着一旁的将领开口 将领微微摇头 他们其实都知道 沈小枫一人留在那凶险之地 如今只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清竹的眼神之中带着满满的担忧 可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只能继续向前走去 可是 突然 他们的面前一阵风刮过 下一秒 尘土飞扬 一个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众人见状一惊 纷纷后退 尘土散去 待清竹看清来人 适合身份之后 立刻向前跑去 是沈小枫 简短的四个字 却是让跟着的孙悟空等人 也紧忙上前 当他们看到此时沈小枫的情况之时 眼里都闪过浓浓的担忧 只见如今的沈小枫 再也没有平时的生气 如今的她 全身已经被鲜血浸透 脸部被鲜血染的 几乎看不清楚她的本来样貌 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无数身可见骨的伤口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看起来甚是触目惊心 那两个管是婆婆健壮 立刻上前 查看沈小枫的情况 待他们查看完毕之后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沉重 婆婆 她怎么样了 清竹见他们如此 忍不住开口问道 那两个婆婆听言 沉默了片刻 这才开口 她如今身受重伤 临时受损严重 近乎于消散 身上的力量如今也所剩无几 再加上她全身都受到重创 我们只怕是无能为力 一段话说完 两位婆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了那个位置 而原本新世界的女娲大神等人 听到这个结论 也是有些难以接受 他们纷纷上前 看着此时沈小枫不省人事的样子 心情十分沉重 一时之间 偌大的空间内竟是没有一丝声响 近的人心里更是慌乱 就在众人纷纷无言的时候 沈小枫的身上 黑龙刃突然出现 紧接着 李书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他蹲下身子 查看了一下沈小枫的伤势 之后 伸出双手 将自己的身体里的力量 度给了沈小枫 轻竹健壮 赶忙开口 他怎么样 你可是有什么办法救治 李书生看了一眼众人 一时之间没有言语 待他施法完毕 这才沉生开口 如今主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 先让主人一时清醒 待他一时清醒之后 只能通过混沌之气 重新塑造他的灵石 只不过 这需要联合众人的力量 那些力量 只怕会让大家 一个月都不能使用灵力 而且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 李书生的话 让众人再次陷入了寂静之中 这个方法 李书生自己也没有试过 他只是无意间 在一本之怪路上见到过 所以 他并不能百分百保证 不知道过了多久 清竹率先开了口 他是因为我们浮游族 才会受此大难 若是我们浮游族之恩不报 那我们还有什么脸面 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浮游族 愿意尝试 清竹此话一出 浮游族的众人也纷纷点头 他们也不是之恩不报的人 如今沈小枫为了他们如此 他们自然愿意出手 而女娲大神等人见状 也纷纷点头 表示愿意出手相助 他们与沈小枫本就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的关系自然更加亲近一些 就算浮游族不愿出手 他们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黑暗 无尽的黑暗 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 鲜血 断之残骸 已经无数的毒物 在沈小枫的脑海中一一涌现 他此时躺在一片虚无之中 想要睁眼 却是无法做到 他只觉得四周很空旷 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虚无缥缈之中 他的身体轻浮 仿若没有实体 只有灵魂在无尽的漂浮 沈小枫在睡梦中 面前不断地浮现出 他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 所有的记忆在一瞬间扑面而来 让他的大脑一时间难以附和 眼前鲜血狂涌 将他的视线完全遮住 他不知道 这些鲜血到底是谁的 他想要上前 可却无法动作 鲜血飘散 在沈小枫的眼前 一点一点地消失 带到视野开阔 看到眼前那个人时 沈小枫有些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那个人 竟是行天 沈小枫见行天如今满身鲜血 可奇怪的是 周身竟没有丝毫伤口 他看着沈小枫的方向 嘴里念念有词 不知说了些什么 随后 轰然落地 沈小枫看着行天此时的样子 大脑飞速地转动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眼前的一切有些不对劲 他看着行天满身鲜血的尸体 大脑一片混乱 墨地 他眼睛一亮 对了 行天的身上竟没有一丝混沌之气 这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 行天身具混沌之力 即使生死 混沌之力也会渐渐消散 可如今 他身上却没有丝毫混沌之力的影子 这是何原因 正带细想 可沈小枫大脑却猛低一痛 下一秒 他眼前一黑 就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处虚无之中 周身一片黑暗 他看着周围的景象 一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他站起身 向着前方走了几步 秃得 他脚步一顿 一阵血雨 从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脑海中无数片段闪现 他想起来了 之前发生的一切 与寒室的打斗 寒珠的解救 如今都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看着周围的虚无 沈小枫明白 自己如今 只怕是身在石海之中 而当时他临时几乎溃散 按理说 他不会再出现在这里 而能解释这一切的唯一原因 根本就不用多想 肯定是有人相助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 暂时保住了自己的灵时不散 让他恢复了意识 只不过 剩下的 却还是得看他自己 沈小枫用最快的速度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捋清楚 虽然不知道如今外面境况如何 但他也清楚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自救 如此想着 他直接盘膝而坐 深周混沌之气渐渐出现 原本 混沌之气并没有和他的身体完美的融合 所以他的石海之中 混沌之气微乎其微 可如今 他确实没有了别的办法 只能用特殊的手段 暂时将混沌之气引进来 感受着周围混沌之气越发浓郁 沈小枫眉头紧锁 很显然 引进混沌之气 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待到时机成熟 沈小枫双眼猛地正开 双手结印 下一秒 混沌之气向着周围铺天盖地地压了下去 沈小枫坐在原地不动 感受着混沌之气去到灵石破损之地 渐渐将它们包围 沈小枫面上却没有丝毫地放松 果不其然 根本就没过多久 沈小枫脸色瞬间就白了 混沌之力修补灵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就好像是一块破损的布 需要针线来修补一样 而灵石不比别处 混沌之力的修补 对于它来说就像是有无数细针 扎在自己灵魂上一般 十分痛苦 它极力忍受着周身的痛苦 额头青筋爆出 却倔强地一声不吭 而此时 在外界 一阵阵的灵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入沈小枫的身体之中 他们自然注意到了沈小枫的异常 轻逐视线看向李书生 见他面色有些沉重 紧敏薄唇 没再开口 而此时的沈小枫 却是经受着异常的痛苦 修补灵智 是一件十分缓慢的事情 而若想成功 就必须保持自己意识的清醒 他现在只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厥过去 可还要一直让自己保持清醒 混沌之力 顺着灵石不断地向着四周蔓延 也不知过了多久 沈小枫身体一顿 不知为何 他竟然觉得混沌之力 与自己的灵石融合了一些 虽然并不是十分明显 可沈小枫意识此时无比敏锐 还是很轻易地察觉到了 意识到这一点 沈小枫面上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莫不是 自己灵石受损严重 使用混沌之力修补 导致如今自己灵石有大半 都是由混沌之力产生 导致混沌之力与灵石之间发生了融合 意识到这一点 沈小枫尽力忽视掉自己的痛苦 双手合十 再次使用了融合之法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随着沈小枫的动作 以及混沌之力的修补 那些灰色的气息 也在一点一点地向着灵石渗透 这个过程异常地缓慢 不过不知为何 此时的沈小枫 竟不再觉得那么痛不可挡 虽然疼痛感依旧存在 却不再那么难以忍受 他用意念感受着 自己灵石的变化 嘴角倾勾 果然随着自己的动作不断地有混沌之力向着自己的灵石渗透 让沈小枫以最快的速度感受到了自己灵石的变化 若说原本的沈小枫只能控制住混沌之力三分的力量 如今也能达到五分之多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小枫已经进入了入定的状态 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他忽略 如今他的大脑之中 除了灵石的修补 再无其他 而此时的外界 众人见沈小枫周身混沌之力更加浓郁 面容不再像之前一般痛苦 纷纷都松了一口气 虽是如此 他们却也没有停止自己手中的动作 外面天色亮了暗 暗了又亮 不绝间 两日过去 众人都深感疲惫 看着躺在半空中的沈小枫 他们几乎都要支撑不住 而就在此时 原本躺倒的沈小枫眼睛末地正开 感受到自己浑身凛厉的波动 他眼眸一凝 身体迅速一个翻转 向着地面落了下去 只听咚的一声 众人闻声向着面前看去 就见到了 倒在地上的沈小枫 他们微微呆愣了几秒 立刻反应了过来 向着沈小枫就围了过去 而此时的沈小枫却是有些无语 他刚刚醒来 发现自己周身的异样 察觉到众人灵力的若有若无 知道他们如今也是到了瓶颈 身上灵力所剩无几 沈小枫原本想脱离他们 回到地面再说别的 可是他却忘记了自己如今满身的伤痕 虽然内伤基本痊愈 可外伤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忽略的 刚刚一个翻身 身上一阵剧痛袭来 原本想要站在地上的沈小枫 直接咚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看着面前围满的人 沈小枫嘴角微微抽搐 有些尴尬 主人 你感觉如何了 临时可是修补好了 李书生健壮 赶忙上前 没有在意沈小枫如今的姿势 担忧的开口询问 是啊 小哥哥 你现在还觉得身上又哪里不舒服吗 阿全给你吹吹 啊 全部之何时也凑到了前面 看着沈小枫如今的样子 一双大眼睛 如今已经周围已经满是红痕 看起来 是真的担心沈小枫 沈小枫视线落在阿全的身上 当触及到他哭红的双眼时 心底闪过一抹柔软 他微微摇头 温声道 阿全乖 哥哥没事 只是受了一些伤而已 听到沈小枫的声音 阿全小嘴一撇 眼眶又红了 沈小枫健壮 想要起身安慰 可身体如今实在无法自由行动 无奈地叹了口气 却也无可奈何 还是那两个管事婆婆 察觉到了沈小枫的情绪 将阿全带到一旁 安慰情绪 你可算是醒了 这几日我们为了救你 可是耗费了不少力气 轻逐见沈小枫虽然面色还十分虚弱 可好歹精神是有了一些 心里也松了下来 我昏睡了几日 在李书生的帮助下 沈小枫坐起了身子 看着众人的表情 眼神微宁 两日整 轻逐微微一顿 缓声开口 听到回答 沈小枫眼眸一沉 你们在这里耽搁两日 就不怕焦族人追上来吗 他的语气带着一抹脑 轻逐健壮 眼神有些闪烁 他自然知道沈小枫的用意 只不过如今自然还是救治他要紧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自然不会光明正大的给你救治 我们如今所处的地方十分隐秘 再加上女娲大神等人 合力在这周围施了静置 所以 焦族的人不会那么轻易发现的 轻逐沉默了片刻之后 对着沈小枫开口解释 沈小枫文言 一时之间倒是没有在说什么 视线在他们如今所处的山洞之中来回扫视 似乎是在落实青竹所说的话一般 整个山洞中一时之间又变回了一片寂静 半晌 沈小枫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今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只是有些皮外伤 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只怕并不是长久之际 还是抓紧时间继续赶路吧 沈小枫没做他想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可是听到他的话之后 周围的那些人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可却没有一个人出声 他们所有人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一抹不赞同 看着沈小枫如今的样子 没有吭声 沈小枫顺着众人的视线 看向了自己的身上 当看到那血肉模糊的身体时 他的眼神微顿 原本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直到自己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可如今看到自己的身体之后 沈小枫也有些汗颜 没有想到 那个韩世净对他下这么重的手 要不是他命大 只怕光凭他的这些皮外伤 就足够他没命了 想到这里 沈小枫微微叹了一口气 知道此时离开也不是什么好方法 他视线再次看向了面前的众人 知道如今他们为了自己 灵力耗损得十分严重 就算他如今身体无碍 可他们只怕也没有太多的精力赶路 又沉默了片刻 沈小枫终于做了决定 你们都先各自修整一下吧 我也会趁这个时机尽快养好伤 书生 你用黑龙刃的力量 去外面再布一个阵法 将我们所处的位置彻底掩盖起来 李书生闻言 微微点头 看了沈小枫一眼 转身就向着外面而去 沈小枫如今身体的疼痛 并没有什么缓解 所以 只是说了这些话 他的额头上就有冷汗冒了出来 他靠在洞壁上 不再开口 静下心神来安心疗伤 而没过多久 周围就没了动静 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之下 不知为何 沈小枫竟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 在临时之中的那个梦境 可是 不知为何 他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隐隐只觉得 好像和行天有关 不过 沈小枫也并没有在意 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养伤要紧 外面的天色很快便彻底暗了下来 随着几声乌鸦的叫声 沈小枫突地睁开了眼睛 视线看向某一个方向 眼神一裂 水 谨慎的声音从沈小枫的口中传出 而随着他的这句话 一个看起来有些勾楼的身影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待看清那个身影之后 沈小枫眼眸中闪过一抹惊讶 管是婆婆 来人正是那两个老婆婆之中的一个 他见沈小枫表情有些惊讶 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 缓步来到了他的面前 看着沈小枫 有些欲言又止 沈小枫健壮 心知婆婆有话要说 他也不催促 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半晌 婆婆的声音终于响起 沈先生 我今日来这里 是有些话想要告知于你 婆婆一句话说完 微微停顿了一下 不但沈小枫出声 他继续开了口 其实 当初你回到浮游族之前 交族的人就已经对我们提了要求 只不过首领担心 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选择了隐瞒 婆婆的话音刚落 沈小枫眼神之中就闪过一模了然 他心中其实早有猜测 当初他从浇族逃脱 浇黄又不是个蠢的 定会想尽办法将自己屠杀 可是浇出我 便可放福游族一条生路 沈小枫接过婆婆的话 将自己心中的猜测说了出来 当看到他眼神里的哑然时 沈小枫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婆婆到如今才来找我 可是有了什么想法 沈小枫没有理会他的惊讶 继续开口 婆婆闻言 微微沉默了片刻 看向沈小枫的眼神里 带着一抹复杂 不过随后还是点了点头 沈先生 想必你也知道 我们一直逃脱 在外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况且如今我们居于此地 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出去 被发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 我有一事想要摆脱于你 还希望沈先生能够答应 说到这里 婆婆的眼神里带上了一抹恳切的光 沈小枫健壮 心里一宁 原本他以为 面前的这个婆婆之所以会找他 是想要他主动走出去 给浮游族一条生路 可如今他心里却有些迟疑了 你说 淡淡的两个字从沈小枫口中想起 让人听不出一丝波澜 如今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黄族的人 虽然如今黄族的人已经销声匿迹 但是 我们都清楚 黄族只不过是不想参与到种族内斗中来而已 他们的能力却是能够救我们于危难之中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同一种族 想必他们定不会见死不救 婆婆的话说完 沈小枫视线直接看向了他 眸中光芒一闪 却又转瞬消失 黄族原来自己之前所了解的并不是全部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婆婆见沈小枫沉默 眸中闪过一抹急切 他如今也是没有办法 虽然焦族人说过 焦出沈小枫 他们就可以获得生路 可是如今的焦族说的话 又怎会让他们相信 他们很清楚 若是当真焦出了沈小枫 他们就会立刻被灭族 而如今 沈小枫的存在却是他们浮游族唯一获得出路的办法 想到这里 婆婆忍不住继续开口 沈先生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麻烦你 可我们浮游族如今遭此大难 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求你能带着首领离开 寻找皇族的人 我们才能有救 这句话说完之后 偌大的山洞之中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各位听友朋友 今天的被窝故事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请按照标题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